都符合市场预期 显示美国的通膨压力进一步放缓 因此一般预料 联准会在未来两天的会议当中 将暂停升息 不过外界认为 联准会仍然会维持鹰派的基调 所以不排除7月恢复升息的可能性 另外被称作40年来 美国跟台湾之间 结构最完整贸易协定的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13号在美国众院的 税计委员会通过第一批实施法案 不过这项法案还需要通过 参众两院全院的表决 才会送进白宫 让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 加州众议员蒲英朱也呼吁委员会 要制定避免双重磕睡的法案 来促进美台投资 并且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美国两院跨党派议员提出的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首批实施法案 在众院岁纪委员会通过 法案目的除了批准 美台6月1号签订的 第一阶段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也为了强化及发展 美台互利经贸关系 为扩大合作奠定基础 并且为未来的协定 建立透明及协商条件 加州众议员补银珠表示 支持台湾不受中共侵犯的 自卫权 呼吁美台尽快解决 避免双重课税问题 I am eager for this committee to work on legislation that would eliminate double taxation to promote invest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is would allow for greater investment from Taiwanese companies into our econom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omething that is vital to decrease our dependence on the CCP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 首批实施法案规定 在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前 美国总统要先向国会提出报告 并且在30天之内认证 证明双方都采取旅行协定 需要的措施 在美国还有一件事情 是全球球迷在注目 美国直来NBA总冠军出炉 丹佛尽快在13号拿下了47年以来 队史上第一座总冠军 让丹佛球迷陷入狂欢 没想到球迷们上街庆祝 却爆发枪击案 目前知道是有10人受伤 而据丹佛的警方说呢 有不少伤者只是路过 却被榴弹击中 那么很多人问 这是乐极生悲吗 警方说他们目前 逮捕到两名嫌犯 有可能跟毒品交易有关 短短5秒就接连传出 20声枪响 连远警都被吓到 跪在地上夺子弹 屋局民众吓傻了 第一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 不止手机录下枪击发生当下 监视器也拍到枪响瞬间 人群四散逃窜 警察迅速集合 还用警车当掩护 整体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丹佛 金坏队刚在主场拿下丹佛市史上 第一个全国篮球冠军 开心的丹佛球迷 跑到球场附近放烟火狂欢 成千上万人挤爆马路 却在午夜警方协助散场的时候 爆发枪击事件 包含开枪的人在内共有十人受伤 其中至少一半只是路过民众 由于庆祝活动 本来就有大批警力部署 两位枪级嫌疑犯马上就被逮捕 警方也在现场发现大量 芬太尼毒品药丸 释发原因有在厘清 不过丹佛警方目前不排除 和毒品交易有关系 TB新闻众报道 而说枪击呢 日本路上自卫队 演习场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而现在最新消息是 已经造成了两死一伤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这事情发生在日本 齐富县的日野基本射击场 开枪自卫队员 目前知道是年仅18岁 已经被日本警方逮捕 正在调查犯案动机 等一下有任何进展 会持续待您掌握 不过说到日本今天 让人感觉到震撼的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是日本女性广莫良子 日前不是被踢爆 跟一个米其林主厨 闹出所谓双重不轮吗 她当时是大力撇轻 不过今天上午 广莫良子急转弯改口了 以亲笔性坦诚一切 说对于双方家人都很抱歉 而金利公司也立刻表示 将无限期停止 广莫良子的工作 日本电影爱情失格 女性广莫良子 在里头被丈夫劈腿 明明知情却还是不离不弃 甚至还与小三持续往来 金战演出获得电影 《寻报》最佳女配角 只是现在这外遇的剧情 却真实发生 不过角色对调了 因为出轨的是广莫良子本人 被拍到与已婚米其林一新主厨 鸟与周作私约 还入住同一间饭店 有不伦关系 广莫良子十四号上午 发出亲笔信写下 与南方的关系 如同杂志报道所述 已经向自己的家人 说明这件事 亲口道歉 希望博取原谅 对双方都感到抱歉 南方主厨鸟与周作 时常在社群 po出自己做菜的影片 这回同样发出谢罪声明 表示报道内容大部分正确 两人推翻起初的石口否认 希望各界原谅 疑似就是担心 日媒将公开更多内幕 才会急转弯 在日剧里展现最美CEO气势 广莫良子曾有二十世纪末 最后的美少女之称 四十二岁的她 几乎每年都会有影剧作品 如今恐怕得停工好一阵子 因为经纪公司也宣布 她将无限期停工 广莫良子未来恐怕 不只丢了家庭 形象也难以挽回 TV北新闻 下面讲循庭台北报道 另一个在日本也值得关注的消息是 北约在日本要设办事处 传出有新进展 日本经济新闻13号的报道指出 北约计划2024年 要在东京设立一个联络办事处 这报道并且指出 各国已经各自准备好合作文件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过去曾经表示 日本没有计划成为北约成员 或者是半成员国 不过北约希望 透过东京联络办事处 来深化与太平洋地区四个主要伙伴 也就是日本 韩国 澳洲 纽西兰的合作 只是要设立新的北约联络处 需要北大西洋理事会的遗址通过 而先前法国总统马克宏 对于北约在东京设处 曾经表示反对 他认为 北约应该继续聚焦在北大西洋区域 分析就指出 来自法国的阻力会让北约内部 对于东京办事处的讨论变得复杂 而在同时 南韩总统尹锡悦继续国际间爬爬灶 他的办公室13号表示 尹锡悦将在下个星期 先后访问法国跟越南 并且与两国领导人会晤 那么尹锡悦是将在6月20跟21号访问巴黎 期间会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峰会 尹锡悦也将参加第172届的 国际展览局全体大会 帮助釜山来申办2030世博会 而在访法之旅结束后 尹锡悦将会在22到24号 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 举行含乐元首峰会 讨论将双边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希望深化韩乐关系发展的规划 而镜头在转往美国 美国前总统川普为了非法持有上百份机密文件的案子 在美国时间13号 第一次在迈阿密联邦法庭出庭 那么对于37项罪名 川普是全盘否认 而且在离开法庭之后 川普还跑到当地知名的古巴餐厅取暖 主要是川粉想要提前一天 为川普庆祝他的77岁生日 所以包下这间餐厅 现场还真是人潮激爆 为了拍摄美国前总统川普 前往佛州 麦阿密联邦法院出庭的历史镜头 美国媒体使出看家本领 一路从空中紧紧跟随 早在川普抵达前法庭外就已经很热闹 但川粉人数不如预期 远低于预估的五万人潮 通常还有反川民众刻意穿上 球服来呛瞎 不过遭到警方强行带走 报导称川普出庭时没有上铐 也没有拍摄嫌犯大头照 面对37项联邦起诉的罪名 也全盘否认 但川普很快又甩开阴霾 他下一站来到知名古巴餐厅 提前庆祝77岁生日 川普在搬出司法迫害一说 但他的前四人律师柯恩可不这么认为 不过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民调还是高达43% 远高于佛州州长迪尚特的21% 显示这场官司丝毫不影响支持者对他的看法 与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中国大陆的外交动作呢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应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13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而综合美联社等外国媒体报道 巴勒斯坦访华是因为中国大陆正在努力强化在中东的影响地位 包括推动一巴和谈等等 而主要目的除了需要中东能源之外 中国大陆也需要更多盟友跟美国抗衡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专机13号落地北京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在停机坪迎接 这是今年首位访路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 陪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的巴外长马利基 秦刚表示 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陆媒报道 阿巴斯这次在大陆两国将聚焦讨论阿拉伯和平倡议 阿巴斯更期待北京在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上 发挥更大影响力 4月以巴冲突宣威时 大陆外长曾分别致电两国外长 表达大陆愿意推动对话和解 这也是大陆在今年3月 促成沙古地阿拉伯和伊朗重新建立邦交 试图调停乌俄战争之后 为了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和平使者 下一步的野心就在解决中东冲突 综合法新社等外媒评论 大陆积极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可能有两大原因 首先是经济层面 因为大陆发展一带一路和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经贸关系紧密 因此大陆想在中东议题上掌握更多话语权 另外在政治因素上 随着中美对抗持续升温 大陆积极拓展中东盟友 也成为外交重要战略之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国际间不少足球粉丝 现在眼光也集中在中国大陆 主要是梅西来了 阿根廷足球天王梅西日前才宣布 将加盟美国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队 这消息一公开 球队门票价格就传出暴涨十倍以上 那么确实梅西有这样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天 梅西在北京掀起什么样的狂热 全部人高举手机大喊足球天王梅西 饭店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 门口也是人山人海 还得出动保全帮忙维护秩序 有人拿出梅西高举氏族金杯的照片 还有人秀出珍藏已久的球衣 穿在身上骑在朋友肩膀上 等待阿根廷国家队的到来 他在我心中已经不仅仅是足球了 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偶像 为人很谦逊 他做到了前无果人后无来者 然后还如此的谦逊 然后对家庭的态度 对职业的态度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数百名球迷挤在北京这家饭店 因为梅西率领阿根廷国家队 15号正在这里与澳洲进行友谊赛 梅西在海关发生了个小插曲 拥有阿根廷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他 带了西班牙护照 在中国没有免签协定 让他受困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好不容易紧急加办签证 除了海关 抵达饭店就是一场超盛大的欢迎会 球迷们的热情让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不但取消了见面会 连饭店健身房也被占据 让球员只能在宴会厅做室内训练 12号才顺利转往北京当地球场进行训练 不过这都没让中国的球迷就此放弃 无论每天球员们训练到多晚 回到饭店还是受到热烈欢迎 很多年轻人连续好几天守在这里 只为了看球王梅西一眼 我从周六到周日连续从机场到这边 蹲守了30多个小时 就想多看那几眼 也没睡过觉 特别累 但是就觉得看到之后 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就是那种累就一扫而空了 有这个机会 而且就这几天了 我觉得不睡觉也就是五六天吧 也不会怎么样 反正周末已经瘦了五斤了 我觉得非常开心 梅西在中国掀起话题热潮 而接下来更兴奋的莫过于美国的球迷 以5400万美元 约合台币16.6亿元年薪 梅西签下四年合约 确认落脚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迈阿米国际队 没有选择沙鲁地阿拉伯球队 端注的4亿美元 约合122亿台币年薪 梅西放眼未来 因为下届美洲杯和世界杯都在美国举行 迈阿米街头已经能看见有餐厅外墙 绘制梅西头像 要迎来世界级的足球巨星 也让当地民众十分兴奋 美西2021年以3500万欧元约合台币11.4亿 签约巴黎圣日尔曼 汉姆巴佩内马尔成为发甲豪门三巨头 但他在5月时没经过球团同意 前往沙鲁地阿拉伯做观光大使活动 被罚禁赛两周 之后就传出双方不再续约的消息 让球迷相当失望 出动大型机具站在高楼外墙 仔细用喷漆作画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 近期出现这幅巨型梅西壁画 来自阿根廷艺术家对国家英雄的钦佩 今天世界上是阿尔巴尼亚的热情 为了沙鲁 我觉得我们赢了杯子 我看到全世界上是阿尔巴尼亚的衣服 秀出手上的十号刺青 医学院学生宿舍外墙 成了他描绘偶像的画布 出动数十罐喷漆 仔细刻画足球天王的腼腆微笑 蒂拉纳是2023年欧洲体育之臣 他的创作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 长25公尺 宽10公尺的巨型梅西壁画 在阿尔巴尼亚闪耀 球迷们都期待梅西的下一步 在新东家再造奇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聚焦两岸 南投日月潭跟大陆杭州西湖 举办了十几届的两湖论坛 在疫情过后 今年7月将重新举办 南投县长许淑华说了 他会亲自率团到杭州去参加 他受访时强调 会带着南投茶叶到大陆去推广 不过两岸情势紧绷 这档登陆也备受关注 南投日月潭不管是晨曦或博木 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美景 更是国际知名风景区 2004年跟大陆浙江杭州的西湖 缔结为姐妹湖 也开启两岸对谈 这谈字直接双关 甚至还举办了十几届的两湖论坛 南投县长许淑华证实 他已经收到杭州市邀请 今年7月将帅团到浙江 参加两湖论坛 也是疫情趋缓后 首位前往大陆的县市首长 南投县最大的农作物的产业 就是我们的茶叶 这三年来疫情的影响 那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茶农茶商 仓库都堆支了几千几万顿的茶叶出不去 那所以在议会的督促之下 也希望县政府尽快的为我们所有的农民 打开销售市场 但最近供机频繁绕台 县长难道不怕 这十道大陆被贴标签 日月坛跟西湖的两湖论坛 是在2009年创办的两岸城市交流论坛 由南投和杭州县市政府共同轮流 隔年举办 希望透过两湖论坛建立沟通平台后 再建立一个民间合作平台 来推动双方文化 观光旅游民宿和文创等各个领域 实质交流与合作 而与南投县长许淑华 一同参与论坛的 主要以杭州市官员和民间单位为主 最高层级目前预计是杭州市长 在两岸情势紧绷状态下 南投县长徐淑华登陆 备手关注 TVBS新闻陈家贵 南投 哪啊 日元我最高柠檬 那不要吃 他吃你家吃完了 喂 你谁啊 好心酸喔 看那个 都穿了 拜托 I love you I love you 6月19起 每周云你见面哈 昨晚请人把锅子还有卡式炉锁起来了 太扯了 有必要吗 这要怎么不吃 这就叫我们流水啊 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竹筒饭了 我们为什么会在野外做这件事情 他把火生起来 他叫他把火给我盖锡 这也是 不能这样把他压锡啊 转 转 转 周日晚间八点 光露营就很忙了 本节目由马力连硕神医冠名播出 职场男婚必须足够机智 欣欣公主强势回归 刘总跟林董的女人定欢了 再五分钟就要开会了 希望你已经想出你的替代方案了 工作要做 恋爱也不能待遇 今天好帅喔 机智职场生活 6月24 TVBS42台 缓间十点 强势回归 你知道你妈告我妈伤害这件事吗 是你先告我轻站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 才肯撤销告诉我 让你妈回车跟我道歉啊 等一下 这三个月的生活费 你去甜点店 接受储备店长的培训 只要三个月 还要通过店长的考核 我是今天要来面试的周欣欣 妳知道啊 对 妳失去了面试的机会 TVBS42台 每周日晚间十点 因为你无次要点 由1分多10时速冠名赞助播出 越式系统很厉害 最近很流行 超线 欸 不错 他没有穿衣服耶 你们在干嘛 射气球 捞鱼 我们超带力 哇 哇 你们杀太夸张 太夸张了吧 本节目由家家生一 七日仙冠名播出 我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对 如果说校园是恋爱的摇篮 比你累快乐 职场就是恋爱的坟墓 有人来了 我真的一无是处 我根本就是你在咬我 爱情照尽现实 他不是人啊 怎么样 想看 我不要再加校园了 她们是否独够机智化解危机 我不想要在空机跟刘松峰靠在一起 624 TVX42台 关键10点 机智职场生活 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 当初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想要保护好我的家人 你看看陆湘婷一家 半夜之后 这不是你的罪 我没有办法假装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要可怜我好不好 我想去看翻胭脂 每周六晚间10点 TTBX42台 心爱坏蛋 联播两集 马力全硕身衣冠名播出 昔日天团禁定竹女团 下面这边是镂空了 我穿我也会偷男伴手 你要不要我只示范你 我还在 有一个三姐妹吧 我真的剖卡只是在胸口耶 为什么变青蛙穿起来这么奇怪 TBS欢的台42频道 晚间九点 女人物最大 想时尚 爱恒请人中心 在新竹这个社区型的老房子 已经陪伴曼菲尔 二十四个年头了 我们希望筹筹三百万的经费 来帮助这些 好 今天追踪第一线 来到与天下杂志合作的时间 我们要连线的是天下杂志之声 传树吴静芳 静芳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好 是 静芳我们知道 今天初刊的天下 有一个焦点是地方创生 那么这几年 关于地方创生的讨论 其实不少 109年还被定为创生元年 那么为什么天下会在这个时候 再次报道这个议题 天下在这次报道当中 有发现这几年来 地方创生的相同 或者是不同的发展吗 是 其实我们有发现说 蛮多的年轻人 开始选择进入乡村 或是进入地方 那以前在上一代的 可能会觉得 我们要去都市 或是我们甚至要去海外 才是比较好的发展 但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其实有不同的想法 那第一可能是因为说 他第一个是比较有理想性的 或者是说他其实看到地方 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 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 对地方来说 感觉上 我们光从这个电视画面上 就可以感觉到 地方上年轻活力多很多 像这次靖芳 我们知道你是去高雄 子官 是子官吧 是一个科寮渔村 你那边观察到什么 那么年轻人回乡 对于地方上本来的长一辈 他们是开心接受吗 或者是其实中间有一些磨合 然后进一步的对观光客来说 我们一般觉得 就是一个小渔村 偏向小渔村 您觉得有什么 等一下你可以跟游客建议一下 其实也值得大家多看一看的呢 子官是 就是科寮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原本 当然就是如主播所说 他就是一个小渔村 大家其实是高雄的限流渔货的一大集散地 那以前游客可能去了子官 去了科寮 就是去那个观光渔市 吃了海鲜 他就走了这样子 那他们这些 就当地的大哥跟回乡的年轻人就觉得 好像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海鲜 我们其实有很漂亮的夕阳 这样海岸很美 那希望说观光客来了之后可以留下来 所以他们就很自发性的就是其实就很像一个同乐会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活动 他就做了他们就是每一个人一万两万几千块这样子 就是全部都是在地乡亲这样小额的募捐这样子 然后小额的集资 然后做成了一个音乐祭 那2012年的时候开始 其实最近也是超过十年 不过当年的那个盛况就直接吓到了乡亲 就觉得说 哇原来我们做一个事情是有这么多年轻人 因为就是做摇滚乐嘛 然后所以就大家都年轻人都跑来这个地方 来看我们做这个活动 这样他们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路边就会 比如说跟一些大哥聊天 他们就讲到这件事情就哇 笑嗨嗨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 对这件事情是很有 很像一个上了一个荣誉榜这样子 然后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快乐 那这个东西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其实科辽是一个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是一个小渔村 那他以前是人口是非常多的 但是后来就是在很早年的时候 人口是蛮多 可是后来因为 其实因为县市合并 或是说因为整个在地方的发展上 就是工业区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年轻人都跑到了工业区群 所以地方其实人口是越来越减少 所以那这样子如果说 可以借为一个活 做一个好玩的活动 让这个地方被看见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会很有的 对这个地方的信心会重新的拾起 然后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然后以及说这个团队 就是科辽的这个渔村小摇滚的团队 后来他们也除了做音乐节的筹划之外 他们也去说 我们的社区需要什么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高风险家庭的 孩子的关怀 就去做课后辅导 然后以及说这个地方 我们的历史要把它收集起来 去收集老照片 做文史的展览之外 他们也去做说 把这个以前的旧聚论 那种120年的古厕 把它修建起来 变成社区的文化中心 这都是在活动的一个 好像几天的活动之外 去对地方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 听起来今天要出刊的 天下充满了正向力量 那么说到年轻人 我们知道的是 你们这一次系列报道里头 还去拜访了另外一个 大家其实很熟悉的 就是写做工的人的畅销作家林立青 那么林立青做的事情蛮特别 他不是到偏向 他就在台北市是在万华 那么为什么你们会选择 要采访林立青的故事 还有刚刚我们听到你讲 青年回乡 感觉很正向力量 很充满了欢乐气氛 可是是不是林立青 在台北的工作 反而碰到很多困难 有很多挣扎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林立青就是因为 他这个畅销作家光环 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 那时候他决定要去投入 要做这样一个 其实他就在做 街友的职训 就是说职业训练 那他跟其实万华 在地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街友职训的NGO 然后就是非营利组织 那他们其实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那他们其实在做的事情 跟林立青有一点不一样 是他们可能是去希望他们 用社工就是去教他们 用一些学习一些专业技能 那林立青跟他们角色 比较不一样 是林立青本身 他就是一个专业者 他就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说 我如果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技能的 整个流程 大概是要怎么训练起来 那他那个时候 其实一开始 他也不是说 马上投入这样子 因为他那时候 是在疫情之后 他看到了说 其实万华这个地方 有非常大的一个能量 但是他想要做些什么 他不想要只是 在脸书上写文章而已 所以他那时候 就开始去想说 我能做什么呢 那我第一步可能说 我去引建一些 比如说铁工厂木工厂 他们可能会愿意去 教这些街友 就是年轻有工作能力的街友 去工作 后来他发现有点行不通 就是说一般的 蓝领的学徒制 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街友大部分 他可能是人生遭受重大打击 所以他其实 这个支持系统是不够的 所以后来就偶然 就是因为拿了一个 高压清洗机 他就觉得 这个东西或许可以 让他们有一些成就感 你知道那个水枪一冲下去 立刻就是从黑到白 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用这个好的机器 然后用一个好的模式 就是说我创一个公司 然后我看到了 第一个是说他们的需求 可能不只是说 要有一个工作能力之外 他们还做了说 我知道他们可能找不到房子 所以让他们去 我先就是公司 先租一个房子之后 再转租给街友这个模式 让他们其实是在整个 不只是一个职场的职业训练而已 他其实是创造了一整个支持系统 然后帮助这些有能力工作的人 他其实可以重拾他的生活的尊严 跟他的信心 那我觉得这个模式 他当然是在所有的 以目前来讲是一个蛮创新的模式 但他也同时在遇到一个 目前一个小困难是说 因为其实立青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 非常会论述 他脸书的文章就是很多的转发这样 但他们的目前的捐款也小有成绩 不过以现在来讲说 他们的工作整个模式 其实要花费的资本是蛮多的 然后他在比如说接了一些遗屋案 就是孤独死现场清理的这个部分 那他这个东西是花很多人工 以及很大的庞大的清运费 这都是蛮烧钱的东西 然后他们现在也要去做第二据点 就是说他们要交接 有什么做油漆洗车 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烧钱 所以其实在资金的取得上面 或者说在整个社会的募捐的状况 还是需要再加把劲这样 这可能上目前稍微有了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正面效应 要持续下去 可能大家都还要帮忙处理 另外说到地方创生 我们刚看到一些地方 现在充满年轻活力 不过呢 就我知道是 其实会有一些地方上的老人家 会觉得哇地方创生 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 一大堆观光客来 打扰到我们平静的生活 然后是要赚钱 也就是那一些商家在赚 然后我们赔掉我们的生活品质 会有一些地方这样子讲 你们这次在金山观察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开始这样子的 过去可能有一些地方上 不同派别 不同的意见 开始在渐渐融合 开始在扭转这样的状况了 金方 是我先回应说地方发展的 这个想法不同 其实是很容易遇到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以为 说我要做地方创生 就是我有个计划 我去申请公部门的经费 然后好像我就可以开始 在地方上做一些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蛮本末导致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其实是 应该要在地方蹲点 就是刚刚主播有提到说 就是大家想法不一样嘛 所以你要去理解社区 到底想要什么 需要什么 然后去跟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高伯 就是交心嘛 然后去取得 去沟通 然后知道说 大家到底想要什么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往下一步走 那这个其实这个过程 是非常的漫长 像我们写到案例里面 可能以台湾好基金会 他就在屏东潮州 蹲了大概四五年吧 他才有办法开始去做 他想要做 比如说当地老圆环的一个 绿化 一些办一些活动 就是你需要去取得 很多的一个信任 你才有办法去做地方创生 因为地方最不需要就是有人跑来跟他说 你怎么样做比较好 你这边有个咖啡店比较好什么之类的 他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们需要的是你要去听他们的需求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好好的交心 那我再回到刚刚提到说这个金山的这个例子也是蛮有趣 就是金山是一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金山 去过那个老街吃鸭肉 那是他们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胜这样子 对一个好吃的东西 但是其实在蛮多的时候很多人去金山就是半日游 最多就是一日游嘛 那金山整个金山万里一带的国旅号称 应该说国旅行外国光客号称是有280万人吃 但其实这个是 大家都是去那边就是沾酱油一下就走了这样 所以他们的当地的商家就很有危机感 就觉得我到底要怎么样让人留在这边 然后更多的去体验我们金山的好东西这样子 所以那他们的假想题是郊西嘛 因为人家去郊西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 可是人去金山是不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的 那你没有住的话 或者你没有留久一点的话 你可能在那边的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东西就比较少这样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想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才能把金山这个品牌经营起来这样 所以他们就从一个一些年轻商家论坛开始 我要怎么看账本我要怎么做行销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说 我去画出了一整个金山万里一带的地图 就是说你来金山到底可以怎么规划 你可以规划长时间的行程 还有比如说你可以去美术馆 你可以去吃当然也可以去吃鸭肉 然后去烤地瓜 然后去看蝙蝠的生态 或是去看黄火的语法 或是去看蚯蚓的什么一些生态教育之类的 就是他有非常多的一个这样子的集合众人之力 然后把金山这个品牌建立起来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就是说大家要先去讨论出来说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 然后有个共识之后你才有办法往前推进下一步 那这个其实在金山 他们后来就有个旅游品牌叫做金山漫游 那这个东西它就等于说 我其实在好几个小商家的一个协力之下 我可以去接比如说很大批的团客 以前可能一个商家只能接待20个 我现在可以接待100人的团客 我把它分散在不同商家 那这样就是一个抱团取暖打群架的一个方式 那也是蛮值得地方工作参考的 是不过一个焦点 一个重点就是刚刚金方也提到的 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听起来你们这次的专题报道 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投入来分析 我们这次谢谢金方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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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播出 五顆金 是 無菜單料理 米其林等級 脆皮豬 竹花 好特別 怎麼會是咖啡廳有這種東西 這一盤兩百塊 難難的還行 多少多少 一天限量 50支 老牌化身捲冰淇淋 好香喔 這麼大顆 竟能同時吃到 端午節的時候 豐賣出10萬虧味了 大家好 我是新美姐 女人我知道 新增了 短影音輕功能喔 在這個APP裡頭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妝 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 你還可以看到 最厲害的保養盛品 重點是 還有很多精彩的 精品 他們呢 怎麼買到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你就買不到 是不是要趕快來下載一下 女人我就是APP 想知道 每個人如何因為愛 卻成為壞蛋 我們一起努力吧 親愛壞蛋 午後創作 寫真具照 訪談盡視全紀錄 6款新鮮亮演員新鮮版 6月2號開始預購 新文大白話 感謝百萬本司追蹤收看 台灣最專業的時事政論節目 用您聽那懂的話 說給您聽 美韓華盛頓宣言 北韓會迎來政權末日嗎 2024總統爭霸 是否會促成戰爭和和平 更多精辟的分析 每天下午2點鐘 鎖定TVBS56頻道 這是我們要的未來嗎 NO 第七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邀請您用新聞之筆 鏡頭 聲音 喚醒大家聚焦地球的遠景 共生共榮 求和平 齊心協力抗暖化 加入改變現狀的行列 反正你在越南幾天 你就吃幾碗盒 不要留任何一點 一趟就去台灣 好有層次的味道喔 我覺得這個很難用言語詞 一定要自己喝 對 先進的感覺 這海景太猛了吧 真的 超美的 食尚玩家不廣東 5號到6月30 加入我們 用行動守護你我的星球 美好的故事 在這個夏天開始了 時間滲入海水的濕氣裡 將此刻的呼吸 青春 歡笑 沉浸在有你的夏日 什麼才是你最期待的風景 我還不及 今年夏天 歡迎光臨 踢觀點深入淺出 讓AI智慧醫療的新發展 變得簡單易懂 是值得觀賞的好節目 世界走透透的我 熟知許多歷史文化故事 透過踢觀點 南韓發生了離譜的人份 逃跑事件 光州立堅派出所 最近抓了10名 非法剧毒的越南移工 結果是足足10個人 集體從一扇 只有20公分寬的窄窗 跑掉了 那麼現在檢討起來 南韓警察 不只沒把犯嫌上銬 甚至連派人看管都沒有 現在整個派出所 面臨嚴重的失職處分 監視器畫面中 人犯光著腳壓 拔腿狂奔 慌張地找停車場的出口 5分鐘後又有3個人 頭也不會跟著落跑 這離譜的越獄風雲情節 發生在南韓光州的 一間派出所 10名涉嫌賭博的越南籍 移工竟然從 遺扇窗窗 成功逃脫 外國人們打散 在用了窗門 這離譜的隙間 都被發現了 窗窗開口大約15度角 僅僅20公分的寬距 幾乎只能讓一隻貓出入 警方說從沒有想過 身形嬌小的越南移工 竟然能從這扇窗 逃出升天 其實這10名逃犯 涉嫌拒賭約48萬台幣遭到逮捕 警方將他們關在派出所內的會議室 卻疏失 沒有上銬 也沒派人看管 趁著原警離開清點賭金的空檔 嫌犯開流 更離譜的是 這兩名的警方 警方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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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三天 10名逃犯也只抓回了6人 還在追查 剩下4人的下落 這些非法入境的移工 怕被遣送回國 才鋭而走險逃跑 如今乖乖回籠吃老飯 除了賭博最佣 最佳一等 Q&A報導 好 接下來也說一種找出路 面對美國為首的持續制裁 伊朗總統萊西 11號前往委內瑞拉 古巴 還有尼加拉瓜展開訪問 那麼伊朗國家通訊社說呢 萊西此行是為了加強 跟拉丁美洲 在經濟 政治 跟科技方面的合作 而剛剛提到的三個國家 剛剛好 都是被美國制裁的國家 分析就指出 萊西背後隱藏的意圖 十分清楚 就是要反制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萊西在12號訪問 委內瑞拉的時候 就表示 伊朗跟委內瑞拉 是患難之交 有共同的敵人 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協議 兩國同意擴大合作 期盼將貿易額 從每年大約30億美元 增加到每年200億美元的額度 而說到在外交上的努力 外交部長吳釗燮啟程訪問捷克 將會有哪些行程 國際中心記者張正安有進一步的訊息 好的主播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外交部長吳釗燮和富人蘇魯玉 一同會見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晚間並和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共進晚餐 這是吳釗燮訪問歐洲行程的一部分 其實這次是外交部長 繼2021年之後 第二次到訪中歐國家捷克 捷克參議院長維特齊 和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 是當今捷克政壇中支持台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兩人曾先後在2020年和今年3月到訪過台灣 吳釗燮接下來預計將在台灣時間今天下午3點半 在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主辦的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 他會在捷克總統帕維爾發表開幕演說後立即上台 另外根據外面報導 吳釗燮預料也將訪問歐盟總部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而前總統馬英九日前訪問大陸的時候 邀請大陸學生暑假期間來台交流 不過現在傳出陸委會認為其中有一些大陸學生別有目的 這讓馬英九開嗆 陸委會變成共產黨了嗎 明明是要參加紀錄片發表會還特別停下腳步 前總統馬英九沒好氣 痛批陸委會就是因為日前他宣布要邀請陸生來台交流 馬伴指控卻被陸委會要求別送件 叫我們不要送件了 他說這個案子不會過 如果有必要 馬英九前總統也願意拜會邱泰山主委 向他當面說明 當時還特別出面說明情況 事實上馬英九早在三月初就曾帶著三十位學生 到大陸多索大學交流 現在他想比照這模式換成由他作東 親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 武漢大學 湖南大學等五所大學 五十名學生在教授陪同下於今年七月周旬訪問台灣 而路爾會強調對於兩岸青年交流向來樂觀齊成 只要依循法規 只是面對被質疑 馬前總統顯然也不想忍 TVB也希望劉力成話照片裡 做回SN小組台北報導 遠眼前是還沒有開放大陸客來游台灣 前兩天卻爆出有大陸客爽游澎湖 現在更進一步 激進黨舉行了記者會 說幾名大陸客疑似連本島都來了 他們跑到台南的國華街去買菜 不過有當地民眾說呢 影片當中少了半年前就已經懸掛的競選看板 這影片恐怕是舊的影片 就是這個畫面讓大陸客爽游澎湖的爭議持續延燒 因為畫面中買菜的場景被抓包不是在澎湖 而是已經跑到本島的台南國華街 畫面中買菜的這個市場 根本不在澎湖 這個地方其實是在台南 在台南市的國華街三段附近 在永樂市場下面一點 雖然影片中沒有提到台南 但比對畫面包括出現的南北貨商行 便當店以及賣椰子的店家 都出現在台南的國華街跟民權路口 也被質疑是否這群大陸客已經入侵本島 不只到澎湖他甚至一路偷渡到了台南 而且他如果早上六點起床就可以去買菜 他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根本就住在我們島內 根本就住在台南 持續到現場相關店家的位置 雖然都沒有改變 但其中一張位於民族跟民權路口 有出現麻吉店的街景 由於現場還多了一張 至少半年前就已經懸掛的議員競選看板 顯然跟陸客拍到的影片出現明顯的時間差 雖然另外一段陸客逛街的影片 證實是在澎湖的中正路跟仁愛路口 但深入本島買菜的影片 卻引發更多爭議 只是隨著對方一行人 已經離開澎湖前往沖繩 到底真相如何 恐怕都很難再說個清楚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三代的男團都喜歡 從東方省期到BPM 都是這一家店的朋友 這給你們去願意拍得到 紅道 我們的Geneer來了 也太漂亮了吧 這好中觀喔 它就是一樣的判槍 有啊 你看 有沒有 它是大手筆的耶 手耳爆紅驗證團 出嗎 台灣設計師登上世界舞台 開幕的時候剛好遇到疫情 其實是很想放棄的 但是我覺得上天都會給你 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 隱形冠軍 know how大揭秘 有一些幹細胞 那它就可以用在你 延緩衰老的部分 生活最新資訊 產業未來趨勢 所以我們推動了一個 奔向綠色這樣子的主張 透過金融本業 以及創新的產品 來加速產業低碳的轉型 在洋交通大捲年做團隊 最近其實就有發現說 我們有個長壽基因叫CG2 知識含金量最高 週六晚天11點 TVBS56頻道 T1點 邱哥 為什麼帥哥都會這麼忙啊 你帥嗎 你有很帥嗎 你帥嗎 帥嗎 我是問你說 你為什麼最近這麼忙 不要再忙了 光錄影就很忙了 我們有多久沒有一起工作 哇 17年有了 有這麼久啊 我覺得都是前兩天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 很多以前我們合作的那些畫面 都還是非常的莉莉在夢 你有個戲裡嫁給我嗎 有啊 有 七七花 對 還被影樂帶 對 這是第二個 花系列裡面有嫁的 那這次是在演夫妻這樣子 蠻有默契的 合了很久沒有合作 但是這一次一碰到 就是那個熟悉感 對 很自然 今天穿成這樣就是嫁女兒嘛 那女兒是我從小最疼愛的一個女兒 那希望就是說 只要有爸爸一天 你都可以過無憂無慮的生活 所以這個周富就是這樣的一個個性 但是命運就是這樣子啊 那個老公就是因為一次生意上的失敗 就變成自己要去承擔所有的失敗的後果 然後他不願意去連累自己家人 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觀眾朋友看到的時候已經是第一集 很快就發生了很大的事故 然後家裡就起了很大的變化 然後這個媽媽呢 之前就是完全養尊處優 就是世界就是有這個老公頂著天 所以什麼事都不用煩惱 一直到這個老公忽然間一下子沒有了之後 然後跟女兒一起面對生活的很多困境 然後在這些困境裡 他也慢慢成長成為一個獨立堅強 開心的媽媽 就後期變阿信這樣子 前面有一度是阿信 後面就變成一個比較 正面獨立的一個形象 那一般而言 我們的心跳速度 應該是蠻平穩的 白天燒快 然後晚上 或者是休息的時候燒慢 如果有說 這種忽快忽慢的情形 那可能要想到 自己是不是有所謂的心律不整的問題 在不同的年齡層的話呢 也有他心律不整發生不同 抽號碼牌又有爭議 從年初開始 申辦護照的案件 持續在高峰 先前就民眾抽了號碼牌之後 再兜售給後面的民眾 一張一百塊還是一張三百元 連抽號碼牌都能直接在外交部做起生意 由民眾疑似又發現 有人帶抽號碼牌做兜售 不過現場民眾 寧願等一個小時也不想買 幹嘛買這個號碼牌 不應該因為金錢的 就像黃流的那種情形 這樣很不好 對我們老百姓來講 就很不公平嘛 抽是不用錢的啊 如果你有時間在這邊等的話 也不用花那個錢 民眾指出因為五月底有人被抓到 而且現在辦護照 得填好表格附上照片 現場人員覺得OK 才會發號碼牌才能離開 不過實際到領務局規定 並沒有併嚴格 民眾一樣能直接領取 領務局指出可能是 事發地中部辦事處 現在抓比較嚴 假設你沒有帶任何證件 沒有帶任何一些填寫任何表格 他會請他簽到排名田 然後號碼還是保留給他 不可能說一個人可以隨意說 我要四張五張就可以 實際觀察確實 每個走進來民眾大多手上會有資料 發放號碼的工作人員都有在看 而端午連假申辦高峰期 在五月上旬 六月七號已經是一般遞見的最後期限 我們看起來六月七號那一天之前 的一個量確實比現在高 截至五月底總共申辦158萬本 相較去年89萬或是前年疫情高峰 只有23萬多本 今年上半年申辦數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而單日申辦件數 光是北部最多可達1.3萬 民眾出國前敢換護照 領務局也說其實備好文件算好時間 或是網絡預約 就能避免大排長龍的等待人潮 而且美國的話要小心 美國的族裔歧視在部分地區恐怕變嚴重 從華府白宮草坪到洛杉磯好萊塢大道 象征性別平權運動的同志驕傲月活動 在美國與全球各大城市同步展開 除了紀念美國1969年6月的十強暴動事件 也是非異性戀情侶們 能夠自在做自己的遊行集會 但這只是一部分的美國 另一部分的美國人正努力讓下一代 不要看到與接觸到這些性別平權活動 隨著2024大選逼近 全美各地的共和黨員提出 至少525項法案草案抵制跨性別者的權利 彷彿生理與心理性別不同就是最大惡極 2023年4月底佛州頒布不說同性戀經令 規定性教育教材由家長決定 禁止公立幼稚園到小學各年級 講授性倾向和性別認同教材 否則老師可能被吊銷執照 寒蝉效應當然讓非異性戀學生 感到不受歡迎 另有8周禁止未成年人 接受性別轉換治療 以及跨性別女童 不准加入女子運動隊等等 這名生理性別女性的賓州高中生 想要在學校使用男孩名字 但學區完全禁止她 跨性別過程的任何嘗試 為了自己的心理性別 她開始面對家長會 校董會上成人們集體的 不友善眼光努力爭取 性別認同從青春期開始 保守派眼中 非主流性別的少年少女 也從此時開始受到現實考驗 做自己的代價持續到成年 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 大開扇門的診所 最近就因為臨近三個州 通過限制跨性別醫療的法律 收入大減 10年來都是附近跨性別族群 與低收入戶的救星 曾來看診的毒癮患者 在此得到免費照顧 借癮後翻轉人生成為醫療助理 但因臨近各州凡LGBTQ的新法令 保險公司不再給付許多患者的費用 診所在四月被迫半歇業 當對某個族群的抵制變成法律 或是歧視行為遭到默認 對族群間的撕裂幾乎是文化戰爭 這位16歲的田納西州非裔高中女生說 時至今日歧視依然無所不在 無關性向只因為他是非裔 白人同學就會在他撿起地上紙穴時說出奇怪的話 抗議無效 性貧與種族間的歧視 教育當局都未處理 甚至計劃立法 禁止公立學校老師 教授某些種族與種族主義概念 當我聽到他們在取消亞洲歷史歷史歷史 我聽到他們在做什麼 禁止LGBTQ 我好像開始哭 因為這肯定是感情的 因為我們沒有做到任何人 為什麼他們在意味 我們個人喜歡 或我們看起來 白人至上 異性戀才是道德正確 當美國保守派政客炒熱這類價值觀 受傷的都是人民 美國總統拜登出席白宮草坪的驕傲月活動 表達力挺跨性別族群的決心 同志仍需努力 拜登並計劃通過更多性別平等與跨性別保障法案 2024美國大選 是否要讓各種歧視性立法繼續蔓延 考驗選民們價值觀的選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一南百年 小吃穿梭 一碗就吃 都要不玩什麼 所有全部料都要也是吃 太多了 麵線好多喔 你現在吃海鮮版的水煎包 一百年 它的麵怎麼那麼好吃 那個鮮甜味不得了 哇 繼續加入第二個小時的Focus世界新聞 我是浩婷 頭條話題一起來關注在大陸天津 這棟大樓發生了氣爆意外 知性民男子涉嫌引爆煙火奪走三條人命 趕緊連線資深記者陳向如 好的各位觀眾 大陸天津發生了一起氣爆案件 畫面中可以看到這棟大樓的二樓三樓四樓五樓受損嚴重 不僅門窗噴飛碎裂 陽台的鐵架尋空 屋內物品因為強大的氣爆威力噴飛到了屋外 整棟樓滿目窗移 雖然只有四個樓曾爆炸 但是整棟大樓恐怕都已經成了圍樓 來聽聽當時目擊者的說法 這起氣爆總共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多人受傷 當地的派出所派出了44輛的消防車趕往現場 當地的警方抓到了一名46歲的男子 並表示嫌犯是用煙火爆竹來作案 而不管嫌犯和當事人發生了什麼糾紛 警方稱這已經是蓄意謀殺 是一起嚴重的刑事案件 目前案件的調查工作還在進行中 把鏡頭再交換棚內 關注俄物戰爭我們先來看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週二表示 俄羅斯戰術核武將在幾天之內 完成在白俄羅斯的部署 那麼同時他也強調假設白俄羅斯遭到了侵略 將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在當地的戰術核武 盧卡申科強調部署核武是他自己的要求 因為不會有人跟永和國家開戰 俄羅斯總統普欣表示 特殊設備在下個月的七到八號 就會準備妥當 完成在白俄部署戰術核武 因此按照盧卡申科的說法 普欣已經提前兌現承諾 那麼這也成為蘇聯解體以來 俄羅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彈頭 盧卡申科表示假如有需要的話 白俄羅斯有相關的設施可以部署遠程導彈 那麼再看到這是美國五角大廈 在當地時間週二 再次宣布對烏克蘭新一輪的軍援方案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這批的援助方案包含了海馬斯 火箭以及兩款的先進裝甲車 還有包括地對空飛彈系統的彈藥 總價值高達美金3.25億元 但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烏克蘭總統子倫斯基的故鄉克利弗洛 在13號遭到二軍空襲 這一起的攻擊行動導致當地超過十位 平民不幸死亡 再來看看美國的話題焦點 這是前美國總統川普 涉嫌非法持有國安文件 首次出席聯邦法庭 當他對於遭指控的37項罪名 全盤否認 川普離開法庭之後 到邁阿密一間古巴餐廳 立刻接受了大批粉絲 給他的生日祝福 為了拍攝美國前總統川普 前往佛州邁阿密聯邦法院 出庭的歷史鏡頭 美國媒體使出看家本領 一路從空中緊緊跟隨 我們站在一旁邊 從法律局到一些支持者 都現在集合 早在川普抵達前 法庭外就已經很熱鬧 但川本人數不如預期 遠低於預估的五萬人潮 通常還有反川民眾 刻意穿上球服來嗆聲 不過遭到警方強行帶走 報導稱川普出庭時沒有上銬 也沒有拍攝嫌犯大頭照 面對三十七項聯邦起訴的罪名 也全盤諷判 但川普很快又甩開陰霾 他下一站來到知名古巴餐廳 提前慶祝77歲生日 川普在頒出司法迫害一說 但他的前四年律師科恩可不這麼認為 不過目前川普在共和黨內民調 還是高達百分之四十三 遠高於佛州州長迪尚特的百分之二十一 顯示這場官司 絲毫不影響支持者對他的看法 旅行文綜合報導 接下來兩則報導都要來看熱情的粉絲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直籃NBA 丹佛金塊隊打敗了熱火隊 球迷原本是開心上街慶祝的 但卻爆發了槍擊案 有十個人不幸在這起的槍擊案當中受傷 那麼還有人是被榴彈擊中 警方已經抓到了兩名嫌犯 懷疑這個案件跟毒品交易 通不了關係 短短五秒就接連傳出20聲槍響 連員警都被嚇到跪在地上 躲子彈 你什麼事? 你什麼事? 我的天啊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他在哪裡? 我不知道 脫下! 脫下! 霧金民眾嚇傻了 第一時間根本反應不過來 我是射! 不知手機陸下槍擊發生當下 監視器也拍到槍響瞬間 人群四散逃竄 警察迅速集合 還用警車當掩護 整起事件就發生在美國丹佛 精壞隊剛在主場拿下丹佛市史上 第一個全國籃球冠軍 開心的丹佛球迷跑到球場附近 放煙火狂歡 成千上萬人擠爆馬路 卻在午夜警方協助散場的時候 爆發槍擊事件 包含開槍的人在內 共有10人受傷 其中至少一半只是路過民眾 由於慶祝活動 本來只有大批警力部署 兩位槍擊嫌疑犯馬上就被逮捕 警方也在現場發現大量奔泰尼毒品藥丸 事發原因有在釐清 不過丹佛警方目前不排除 和毒品交易有關係 TBS新聞中央報導 鏡頭轉到南韓的娛樂圈 我們帶你看到這是瘋狂的粉絲 即將在下個月出道的男子團體 是在機場這邊 接受了大批粉絲的包圍 有民眾說像這樣一個追逐領像 就好像電影 《失速列車》 超驚人的陣仗 民眾高舉手機和相機 保全人員忙開到 還得奮力衝破人潮 如電影《失速列車》般的場景 發生在韓國金埔機場 到底怎麼回事 鏡頭拉近一看 原來在場所有人 是為了能親眼一睹 男團ZERO BASE ONE的風采 成員們微微皺眉 彼此手勾手 才避免不會被人潮衝散 就連走出機場 坐車周圍也是這般盛況 原來12號他們結束 紀州島實際節目拍攝 早在飛機降落前 就有粉絲死守機場 畫面曝光後 讓人直呼這樣真的太危險 就怕有個萬一傷到偶像 動作整齊化一一自選秀節目 BOYS PLANET 出生的他們一共9名團員 年紀介於16到24歲間 預計下個月10號 才要發行首張迷你專輯 也就是說目前還沒出道 就已累積高人氣 有關方釋出的VLOG 見到他們已經陸續受邀參加各大音樂節目 團隊成員來自南韓大陸加拿大等地 月台明日之星將誕生 但這回階級插曲 或許公司在維安部分得再嚴格解釋 TV宣傳片 我張美娟台灣到 Z-KAL是日本女星廣播良子 她坦誠外遇 一改先前否認到底的態度 她公開道歉 而且無限起停工 日本電影愛情虛格 女星廣播良子在裡頭被丈夫劈腿 明明知情卻還是不離不棄 甚至還與小三持續往來 金戰演出獲得電影尋爆最佳女配角 只是現在這外遇的劇情卻真實發生 不過角色對調了 因為出軌的是廣播良子本人 被拍到與已婚米其林一新主廚 鳥與周座私約 還入住同一間飯店 有不倫關係 廣播良子十四號上午發出親筆信寫下 與南方的關係如同雜誌報導所述 已經向自己的家人說明這件事 親口道歉希望博取原諒 對雙方都感到抱歉 南方主廚鳥與周座 時常在社群PO出自己做菜的影片 這回同樣發出謝罪聲明 表示報導內容大部分正確 兩人推翻起初的時口否認 希望各界原諒 疑似就是擔心日媒將公開更多內幕 才會急轉彎 在日劇裡展現最美CEO氣勢 廣播良子曾有二十世紀末 最後的美少女之稱 四十二歲的她幾乎每年都會有隱居作品 如今恐怕得停工好一陣子 因為經紀公司也宣布她將無限期停工 廣播良子未來恐怕不只丟了家庭 形象也難以挽回 美國民眾望向天空 特別是堵城拉斯維加斯的民眾 報案說看到了綠色的不明光點 那麼甚至還有民眾說 他們家的後院出現了三公尺高的非人類 後來美國NASA發表聲明 綠色光點只是隕石 美國堵城有人目擊這詭異的瞬間 天空出現不明光點 還呈現藍綠色突然從天空往地面墜落 圓警到場大吃一驚 因為報案人只聲他家後院出現外星人 更詭異的是問遍了左鄰右舍沒有任何目擊者 在報案人的院子裡也沒有找到掉落的物體 遠景只好以查無激震結案 不過事後美國太空總署 NASA證實出現在堵城的綠色光點 只是一顆不到一公尺的小型隕石 其實NASA上週也才公布 800件不明異常現象UAP的初步調查結果 NASA表示大多數的UAP無法證明跟外星人有關 只有少數的案例以人類科技仍難以解釋 不過科學家認為這些異常現象公開透明 渴望排除更多關雲幽浮的都市傳說 題目前送報導 台美交流我們來看 美國國防部公布加快對外的軍售措施 我國渴望受惠 受到新外疫情以及供應鏈壓力的影響到 是美國軍售交付延大 影響到的不只是美國對台軍售 美國國防部在去年8月份成立了一個老虎小組 那是專門專責對外軍售的一個單位 好來檢視美國政府軍售延宕的問題 那麼現在美國國防部長也採納了老虎小組提出的六點建議 包括改善對盟友夥伴的需求了解 提供盟友夥伴相關的優先能力 加速採購以及合約發包支援 還要擴大國防工業基礎能力 那麼最後呢是確保美國政府可以廣泛支持 再來看到一項關鍵的表決 這是美國眾議院歲計委員會 通過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協定 首批實施法案 不過這項法案還需要通過參院全院表決 才會送進白宮讓總統拜登簽署生效 美國兩院跨黨派議員提出的 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協定首批實施法案 在眾院歲計委員會通過 法案目的除了批准美台六月一號簽訂的第一階段 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協定 也為了強化及發展美台互利經貿關係 為擴大合作奠定基礎 並且為未來的協定建立透明及協商條件 加州眾議員補迎珠表示 支持台灣不受中共侵犯的自衛權 呼籲美台儘快解決避免雙重課稅問題 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協定首批實施法案規定 在第一階段協議生效前 美國總統要先向國會提出報告 並且在三十天之內認證 證明雙方都採取旅行協定需要的措施 TVB的新聞 黃聪浦 尼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查點回到國內 新北市長侯友宜近期因為幼兒園 胃藥案成了綠營的攻擊劍靶 那麼根據林傳媒最新民調顯示 柯文哲的支持度暴衝10% 侯友宜的民調持續的落後 成了第三名 那麼分別在年齡30到39歲 女性的支持度 侯友宜的部分也剩下了個位數 今天她表示虛心接受 面對挑戰 說是這麼說 但這支科概股數字確實狂拉中 根據林傳媒最新民調 統計時間從6號到10號 賴清德支持度來到37% 柯文哲31% 侯友宜21% 柯主席支持度暴衝了10% 民調的高低我都採考 也細心的看待這些事情 侯友宜不怕挑戰不怕困難 確實最近侯友宜碰上選舉來最大挑戰 六元事件重挫團隊士氣 30到39歲女性支持度中 侯友宜重挫了6.87個百分點 支持度剩下個位數 可復選情況下 不投侯友宜的將近5成 市政府在處理上 當然可以更好 因為講了 事業初就很報案 結果現在很多都是誤傳 但是都已經造成傷害 黨內基層憂心難免 綠營一連串組合拳 打得是否有些措手不及 有心的去操作抹黑這個事件 讓所有的家長非常的不安心 也造成各地誘言的一個恐慌 除了反擊綠營別製造恐慌 更把矛頭指向對手賴清德 別放任黨公職 用假訊息操作誘言案 操作假訊息 不斷的抹黑的事情出現 所以我常常說 那一副總統 在中央的打假訊息的打假辦公室 不知道有沒有在運作 侯友宜的選戰逆風出體驗 這反攻號角 似乎得吹得再大聲一點 都是想要選總統的人 我們帶你來看柯文哲 今天拼選舉行程來到了嘉義 那麼當他被問到 針對養網軍打資安戰這件事 柯文哲今天改口了 他說不是養網軍 而是養一個資安團隊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上午前往嘉義大福新功進行參拜 早早就有支持者在等候 在廟方的帶領下 向土地公祈求 臺灣風調雨順 大福新功 除了祖四福的政神之外 佩斯的月老新軍 也是許多年輕男女來求姻緣 而現場有許多的年輕支持者 興奮的要求合照 柯文哲最近情跑南部 為2024鋪路 先前點名要找黃國昌 當法務部長 被認為是支持FACE 令議員更直言 使威權議事無所遁形 請黃國昌去當法務部長 跟威權議事前台有什麼關係 我不曉得 這邏輯 因為無法理解他的邏輯 所以無法回答 從漢高族又幫警官州 以民憑法三張開始 這個傷人警到底最好 殺人得死 所以這個 這個死刑的這種概念 那應該在整個法院的法權裡面 更沉溺 如果要不執行死刑 那就要完全可以到處 從歷史漢高族講到最近的烏爾戰爭 柯文哲也談他對成立網軍的看法 因為烏爾戰爭給我們很多的歧視 所以烏爾戰爭那個 那個治安怎麼打仗 你知道嗎 其實其實我們 我們有在貫徒 所以 台灣本來就是自動訓大國 所以要發展這個 沒有叫黃軍 沒有叫做治安團隊 這本來就是台灣的優勢 所以這個應該要 其實政府應該花這麼多錢 在這一方面的努力 承認者嘉義拜票之旅行程滿檔 上午拜廟後 中午在黨部進行便當會 下午則到嘉義領中演講 晚上與里長共進晚餐 再到夜市拜票 積極與地方人士明代會面 提備新聞紀健亨 嘉義報導 觀眾朋友為您插播來自於日本的 最新的意外消息 一名十八歲的陸上自衛隊訓練生 傳出刻意朝人開槍 目前知道已經造成了兩死一傷 趕緊連線給國際中心記者 許戴萱 日本自衛隊發生死亡槍擊案 當地時間上午九點多 位於岐阜縣的日野射擊場 傳出槍響 目前知道至少造成兩人死亡 一人重傷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這座射擊場主要是由陸上自衛隊 第十師團使用 開槍的疑似是一名十八歲的 自衛隊候補生 他在射擊訓練的時候 圖蘭娜自動步槍朝人掃射 造成兩人傷重不治 還有一人送醫急救 這名槍手立刻被其他自衛隊員制服 只是犯案動機還有待調查 這幾槍警案引發日本社會高度關注 日本媒體報導 這名十八歲的嫌犯是今年四月 才加入自衛隊的自衛官候補生 他是五月中旬開始進行射擊訓練 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後竟然開槍 掃射他的教練官 日本警方還表示 嫌犯是懷抱殺意 朝著二十五歲的自衛官胸口射擊 他被逮捕之後已經坦承犯案 不過詳細動機還在偵訓中 不過因為案發現場距離JR 齊富車站只有七公里 附近還有知名的觀光集點齊富城 事發之後日本警方也緊急管制附近交通 還好這場槍擊案並沒有傷及一般民眾 以上是為你掌握到的經濟情形 鏡頭轉到大陸 大陸北方十一個省份 接下來要應對的是酷暑高溫 那麼現在觀察到的是 為了要開冷氣 用電量已經大增了 上海冰瓶大熱銷 大家很擔心 北京氣溫會不會熱破四十度 現在走進上海便利商店 都能看到不少顧客直衝冷冬柜 挑選冰棒冰淇淋 當地氣溫直衝35度 很多人熱到受不了靠冰品消暑 冰淇淋工廠生產線火力全開 目前我們的工廠也進入了生產的旺季 每天我們平均開八條生產線 然後日均的產量是100噸以上 今天北方會開啟今年以來最強高溫過程 北京 天津 石家莊 鄭州 济南 今天都預報有高溫天氣出現 大陸北方高溫有機會飆迫四十度 在北京許多籃球愛好者已經扛不住白天室外高溫 室內籃球館到晚上九點都還有人租用 每週打四次籃球吧 每天差不多三個小時 一晚上就兩塊的 足球場攀岩場也都開啟夜間模式 不過在新疆吐魯番則是利用熱浪推出高溫沙域 聲稱在46度環境下 人埋在沙子裡能有紓壓的效果 大陸氣象專家提醒 2023年或2024年受到聲音現象影響 有機會出現173年以來最熱記錄 和氣溫一樣直線往上攀升的是各地用電量 內蒙古電廠發電量明顯上升 企業紛紛執行節約用電規定 在江蘇日均用電負荷逼近一億千瓦 當中冷氣用電佔百分之十五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抽水蓄能電站的發電量 也創下歷史新高 TVBS新聞科盛雄林明珍綜合報導 接下來要觀察的是美中對峙 對於這個國際間外交活動的影響 但你看到就是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接受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 訪問北京 那麼也定來觀察 大陸企圖取代美國成為中東霸主 除了要掌握能源之外 也需要更多盟友與美國抗衡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專機 13號落地北京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鄧麗 在停機坪迎接 這是今年首位訪路的阿拉伯國家元首 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 在北京會見陪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訪華的 巴外長馬利基 秦剛表示 中方一貫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視野 陸媒報導 阿巴斯這次在大陸兩國將聚焦討論阿拉伯和平倡議 阿巴斯更期待北京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問題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四月以巴衝突升文時大陸外長曾分別致電兩國外長 表達大陸願意推動對話和解 這也是大陸在今年三月促成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重新建立邦交 試圖調停烏惡戰爭之後 為了將自己塑造成全球和平使者 下一步的野心就在解決中東衝突 綜合法新社等外媒評論 大陸積極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可能有兩大原因 首先是經濟層面 因為大陸發展一帶一路和海灣阿拉伯產油國家 經貿關係緊密 因此大陸想在中東議題上掌握更多話語權 另外在政治因素上 隨著中美對抗持續升溫 大陸積極拓展中東盟友 也成為外交重要戰略之一 TVBS新聞綜合 各種綜子白滿一桌 有70年老店湖州鮮肉粽 包大塊五花肉 有肥有瘦 也有嘉義名店花生蛋黃香菇肉粽 料多實在 另外創新口味造型也不能放過 這方形粽裡頭有油封鴨腿 搭配頂級黑松露和鷹嘴豆 讓你品嘗異國風味 電商公務網幫你搜羅名店美食 其中包含了用料豐富的 海陸粽 湖州粽 還有客家粽跟田粽 總共有50家名店 一起參與我們這次的端午節的饗宴 除了電商搶端午商機 飯店也不會錯過 有業者推出豆撈鮑魚粽 結合港澳與台味 還有辣味雙寶粽 以香港包仔飯為發想 都是創意料理 另一家則有六圓極地禮盒 一次能吃到狀元粽 辣味 古早味 客家粿 素食 亥紅豆豆沙六種粽子 一次滿足各種口味 另外電商除了粽子 也有牛肉麵 滷味 茶禮盒和冰粽等 多元選項 要讓端午送禮有不同選擇 十五圓廓 Gilbert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佑寧 豪華露營或大自然野鷹 接近大自然的野鷹体驗 豪華露營 那不叫露營 如果帶老婆小孩的話 豪華露營 嘿 去露營慧寫女兒或老婆 跟女兒 因為女兒你可以就是糊弄她 可以騙她 老婆 你要服侍她 露營最不能接受沒有水或沒有電 没有电 没有水 因为露营本来就没有电 但没有水 其实是很多不方便 你又不能煮东西 没有水不能喝 露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泡咖啡吧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喝咖啡真的是蛮爽的 露营中自己最拿手的事 应该是做饭吧 想带光拿哪位妈妈小姐去露营 带杨锦华吧 比较好玩 要贵 我也不知道 最贵的酒就对了啦 你拿这个角度就好 哇 斜的喔 他真的踩得很好咧 我踩到王子的屁股 我来咯 好 这样 不愧会断啦 不愧会断 本节目由佳佳生意 今日仙冠名播出 好 我希望你们派出四个人跟我进去 该不会 不愧会断 不愧会断 分不清是雨还是汗 还是泪水 这是泪 破倒 跌下去 有埋伏 我等一下不要再瘦回去了 不不不不 我就我要踢倒咧 我不是想过分了 我一直跟妳面对她讲的 中日晚间八点光露营就很忙了 本节目由马力莲硕身衣冠名播出 那不是原来我最大柠檬 她吃得比较爽的 喂 你谁啊 不是 你烤心酸喔 看那个 好酸喔 拜托 I love you I love you 6月19起 美洲鱼你见面哈 昨晚请人把锅子还有卡式炉锁起来了 太扯了 有必要吗 这要怎么不吃 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竹筒饭了 我们为什么会在野外做这件事情 他把火生起来 他叫他把火给我改熄 不能这样把他压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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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回回来追踪第一线要来关注到的是 纽西兰与大陆的外交关系 纽西兰总理西金斯宣布将在这个月底 帅团访问大陆 同时也向北京当局缓话 呼吁大陆要协助结束俄乌战争 详情交给7日BS北京特派记者运文 好 确实来看到的是呢 就是纽西兰的总理呢 将在本月底要来访问中国大陆 预计呢 会拜访的包含是北京天津还有上海 他要率领的是这个贸易的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大陆 而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 以及也是疫情之后呢 第一次的访问中国大陆 那我们看到呢 根据报道指出呢 他表示说就是纽西兰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呢 是极具任性的 而他们需要支持其他产业 像是呢游戏产业 就是希望让这个两国之间的贸易呢 能够是产品的多样化 而且点出的是在疫情之前 中国的游客是纽西兰这个最大的游客市场 而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大陆也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以及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双方呢就是纽西兰对中国的这个出口贸易额 每年是超过了一百二十二亿美元 好那除了谈这个贸易之外 那要来看到的是其实他们此行也是要来呼吁北京当局呢 对于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更加积极的出面的来调停 因为看到的是呢 这根据路透报道指出说 在这个俄乌战争方面呢 纽西兰立场呢还是比较反对战争 以及认为这是一个非法而且不公正的侵略行为 因此纽西兰总统呢 他们总理呢 是希望说能够更强烈的呼吁北京当局呢 能够协助来结束这场战争 那值得注意是呢 纽西兰虽然是五眼联盟的其中一员 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成员国呢 纽西兰对北京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和缓的 再看这个话题哦 到底是真是假呢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访问大陆 传出梅西一度因为签证问题受控了北京机场 甚至还开口问台湾不算中国吗 消息真假再交给运文 好确实来看到是目前呢 在北京所掀起的梅西的热潮 那其实呢在梅西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 一度传出说他因为带了这个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可以通行畅行很多个国家 几乎是全球包含台湾战争等国家 都通通通是免签证入境 但是除了中国跟北韩是无法免签证入境的 所以他被卡关了 一度被卡了两个小时之久 但是呢现在有中国的官方就是广州巨报的报导出来辟谣 他们说呢这是被球迷给张冠李带了 说这个因为护照签证卡关的不是梅西 而是梅西的队友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他的队友的护照号码 跟北京口岸所在明的这个内容是不符合的 所以被卡住 但是也很快当下帮他解决了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虽然说官方出来辟谣 但是这样的消息看来 其实在中国的网民来讲呢 其实是不太相信不太买单的 不过确实可以来看到 是目前梅西所带来的这个朝真的非常的惊人 因为有一个球迷他就发文说呢 声称呢他花了一万人民币 这大约是四万多台币 订了四家就是在公囊体馆附近的高级饭店 想要赌梅西 他所下榻的饭店 但很可惜的是他全部都赌错了 这一万多人民币呢 通通是白花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根据陆媒报导指出说 就是呢目前因为梅西的关系 在北京的这高级的豪华饭店的 预定量暴涨的非常的严重 尤其梅西所下榻这个北京四季饭店呢 在十他十三号到十号这几天呢 通通都订满了 而且每一晚要价是超过万元人民币 但平常呢这个价格根本不到五千人民币 是暴涨的非常的多了 所以可能是梅西所带的热潮 不只是这个关注在球赛当中 也包含是周遭的观光的效益 先运文那么还要来看有人一下飞机就被德国警方带走 这是大陆的商人搭飞机飞到了德国慕尼黑 他们是要去参加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被带走的原因带你探究 这个月大陆太阳能产业多名高层集体赴德国参展 一下飞机就有数名高层因为涉及不法被德国警方逮捕 由于事件太突然牵动德国和大陆敏感的经贸关系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高度重视 那么经了解当事人呢只是协助调查 目前已经回到酒店 这次协助调查的只有几亿人 不涉及网传的多家中国光伏企业 也没有出现多名人员协助调查的情况 大陆轻描淡写的带过 但根据德国警方的通报 他们确实逮捕了两位大陆公民 并且到了法院完成相关法律程序 并非仅仅只有协助调查而已 除了德国 美国商务部14号起将43家的公司 添加到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31家大陆公司 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 缺少政党程序 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美方应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 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除了欧美反中事件 中印关系也持续不佳 过去几周 大陆和印度两国不断驱逐 彼此在该国的注点记者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最后一名驻大陆记者的签证 六月底到期后 大陆将不再延续 大陆称这是印度歧视在先 另外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外墙及铁门 今日被人喷上的白色油漆 用简体字写着双标和霸权的英文字 港警已经逮捕了一名47岁的大陆男子 案件正由港警重案组调查中 TVB新闻叶俊宏陈向如综合报道 我们再看南韩光州发生离谱的人犯逃跑事件 这是有十多名非法剧毒的越南移工 被抓到派出所之后 从这样的一个一扇二十公分宽的小窗子逃走 原来当时无人看管 监视器画面中人犯光着脚压 拔腿狂奔 慌张地找停车场的出口 五分钟后又有三个人 头也不会跟着落跑 这离谱的越狱风云情节 发生在南韩光州的一间派出所 十名涉嫌赌博的越南籍移工 竟然从遗扇窗成功逃脱 窗窗开口大约十五度角 仅仅二十公分的宽距 几乎只能让一只猫出入 警方说从没有想过 身形娇小的越南移工 竟然能从涉扇窗逃出升天 其实这十名逃犯涉嫌拒赌约 48万台币遭逮捕 警方将他们关在派出所内的会议室 却疏失没有上靠 也没派人看管 趁着远警离开清点赌金的空档 嫌犯开流 更离谱的是整监派出所 十多名远警浑然不知 人都跑了四十分钟之后 才发现待机堕掉 赶紧出动搜捕逃犯 远警严重失职面临调查处分 警察은 달아난 외국인들을 추적하는 한편 지구대 경찰관들에 대한 조사도 진행 중입니다 현재 붙잡힌 이들은 모두 불법 체류자 신분으로 이들 중 4명은 경찰에 자수한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경찰은 남은 4명의 행방을 추적 중입니다 事发 3天 10名逃犯也只抓回了6人 还在追查剩下4人的下落 这些非法入境的移工 怕被遣送回国 才铤而走险逃跑 如今乖乖回笼 吃牢饭 除了赌博最佣 最佳一等 Q&A 정보道 討論到房市的话题 1块钱的英镑 约合台币40块 在英国利物浦 可以买到一栋 两层楼的房屋 那原来是当地政府 为了鼓励民众花钱 一起帮政府的忙 一起改建滞销 15年的牌屋 在光线充足的客厅里 来上一杯英国茶 在英国大城利物浦 拥有一套两层楼 两房一厅的舒适小窝 是雪珀没有想过的事 而且这户牌屋 只花了它一块英镑 折合台币不到40块钱 街道两边的传统英式牌屋 在15年前的金融危机当中 被废弃 成为当地政府头痛的区域 因此宣布 只要符合条件的首购族 就能用一块英镑的 超级便宜价格 把破败的房屋 给买下来 这样的方式 让很多在利物浦 买不起房的民众 跃跃欲试 透过独特的创意 本来废弃的街区 看起来活泼 又充满生气 取破就顺利通过筛选 在2020年顺利拿到房子的钥匙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栋房屋的破败程度 几乎只能砍掉重裂 雪坡卖掉 雪坡卖掉父亲留给他的房产 开始投入重建工作 但因为雇用改装工人 会大幅超出预算 而且也赶不上12个月的期限 雪坡因此毅然决然辞掉工作 自己专心投入改造 为了节省预算 雪坡一度只能睡在露营车上 又碰上封城 导致改建进度大落后 幸好政府因为疫情 将期限扩大到24个月 在朋友的帮忙之下 大约花费7.4万美元 顺利在时间之内完成任务 雪坡把整栋房子大改造 一楼变成卧室 还有位于设备 从卧房还能直通 后院的小花园 原本的二楼两间卧房 完全打通变成客厅 还有开放式的厨房 独特的设计成为 明亮宽敞的生活空间 目前雪坡一个月 只要支付300多美元的税金 加上100多美元租借储具的费用 比起租房能节省相当多的金钱 只花了200多万台币 就能拥有这栋房 比起在利物浦 动辄数千万台币的房价 绝对划算 但雪坡表示 由于一专一挖 都是自己的心鞋 因此就算能赚上 十倍的价差 也不舍得卖 具别新闻 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解读 几份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公布了5月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出现连续11个月下滑 也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新低点 所以市场认为 预料在美国时间星期三 联准会宣布暂停升息的几率相对偏高 这是美国5月份的CPI年增率 下降到4% 创下两年多来的新低 美国核心CPI年增率也降为5.3% 所以两项的财经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 数据也显示 美国的通膨压力正在放缓 那么现在各界预料 联准会将会采取暂停升息 但是也不排除下个月7月份 恢复升息的可能性 再看日本的观光厅 发现了当地的观光危机 大缺工 因为人手短缺 所以导致了低效率 接近年的4月份 日本饭店外国旅客的入驻量 已经突破了1000万个晚上 相较于新冠疫情前 2019年同期增加了92% 民众对于饭店的需求量是明显恢复 但是相关行业却面临工作量大增 人手却不足的难题 大批外籍旅客回流到日本观光 所以也预计了 下个月7月到今年9月开放的 富士山登山人数 有可能会创下新高 但是当地团体有个忧心 也呼吁政府为了安全 必须管制登山人数 南韩在做一件事情 是透过AI新智慧翻转教室 南韩教育部将以AI 以及元宇宙技术融入教材 所以目标定在2025年 会将英文数学等科目 启用AI数位教科书 南韩教育部宣布 AI数位教科书正式投入使用 2025年先从数学 英文 资讯 特殊教育国语开始 2028年再依序扩大到 国语 社会 科学等等 用在道德与美术体能科目以外的 所有科目 计划从小学三到四年级 国一 高一逐渐扩大使用 考量到学生的发展阶段 将小学一二年级排除在外 在影机数位教科书同时 现行教科书仍会继续使用 为了提高使用率 南韩教育部计划从今年寒假开始 以十六万五千名老师为对象进行研修 采购数位设备和构建校内云端系统等 基础设施 估算要花费约一兆韩元预算 南韩教育部将2023年定调为教育改革元年 将AI和元宇宙技术融入教学 对学生和老师来说都是新挑战 具体的学生和教育部计划 这课则是强化编码教育相关的实习和体验 事实上在政府宣布新政策之前 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将AI聊天机器人 ChatGPT融入教学 南韩小学生在英文课练习英文口说 ChatGPT识别后再以英文语音回答对话 一来一往互动增加学习乐趣 老师也乐见透过AI辅助反复练习 提升学生的口说流畅度 授课内容更丰富 社会师教育厅针对5200多名老师 进行ChatGPT使用调查 结果显示有88.9%的人表示有兴趣 90.5%的人认为ChatGPT有助于教学 南韩利用AI人工智慧翻转教育 让孩子们从小沉浸在数位学习 不再只是死背课本而是要活用 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必须足够机智 猩猩公主强势回归 刘总跟林董的女儿定欢了 在5分钟就要开会了 希望你已经想出你的替代方案了 工作要做恋爱也不能待命 今天好帅喔 机智职场生活 6月24 TVBS42台 缓间时点 强势回归 你知道你妈告我妈伤害这件事吗 是你先告我轻站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 才肯撤销告诉 让你妈会社跟我道歉啊 这三个月的生活费 你去甜点店 接受储备店长的培训 只要三个月 还要通过店长的考核 我是今天要来面试的周欣欣 你知道吗 对 你失去了面试的机会 7BBS42台 每周日晚间时点 因为你无此要点 由1分多时时速冠名赞助播出 越式洗头很厉害 最近很流行 常修 不错耶 他没有穿衣服耶 你们在干嘛 射汽球 捞鱼 我们超多帮你一天 太夸张了吧 好 本节目由家家生衣 7日先冠名播出 我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如果说校园是恋爱的摇篮 比人快乐 职场就是恋爱的本目 有人来了 我真的一无是处 我根本就是你在咬我 爱情照尽现实 我根本就在咬你 怎么样 也不在咬你 我根本就在咬下去了 她们是否独动机智化解危机 我不想让那东西跟刘松峰靠那一切 6624 TDX42台 关键十点 机智职场生活 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 当初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想要保护好我的家人 你看看陆湘婷一家 半夜之后 还要 这不是你的嘴 我没有办法假装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过 不要可怜我好不好 我真的太难了 我想去看范燕姿 每周六晚间10点 TDX42台 心爱坏蛋 联播两集 马力全硕身衣冠名播出 下面这边是镂空了 对 我吞 我也会偷人伴手啊 你要不要我 我只示范一下 我还在 我还在 你一个三姐妹吧 我跟她真的剖卡 不会在胸口 为什么变轻滑穿起来这么喜可 GBS欢的台词 视频道晚天九点 女人问我最大 想时尚 爱恒请人中心 在新竹这个社区型的老房子 已经陪伴曼菲尔 二十四个年头了 我们希望筹筹三百万的经费 来帮助这些 曼菲尔朋友 有更舒适的环境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点进QR Code 让我们一起送出 暖心祝福 恋真那天 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 你有问过我怎么想吗 你都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 只要为你的未来好 怎么样我都可以忍 爱你的我的快儿子 我真的很讨厌你 一点都不想当你的儿子 那是他的选择 恭喜你 自由 身体异味系种警讯 医生提醒了工作忙碌压压力大 容易产生疲劳臭 代表肝腎代谢都不好 造成体味的原因有非常多 事实上老化会导致 皮脂分泌物质改变 产生加灵臭 如果经常感觉身体疲累 缺乏休息或是压力大的时候 容易有异味 可能导致肝肾功能差 引起疲劳臭 当我们疲惫的时候 我们整个都像泄了气的啤酒 包括我们讲的口气 味道都会出来 我们口腔也有些细菌 事实上更容易滋生 那味道当然会不好闻 我们身体当然代谢不好 在伴随着这整体的味道 会感受到非常不好的味道出现 许多人认为疲劳等于肝不好 其实不全然正确 引起疲劳感的原因相当多 肝功能异常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诱发因素 肝脏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 如果因为肝脏出问题而产生明显的不适症状 那可能已经到了相当的严重的程度 民众碰到口臭的困扰 往往直接连接到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 而到门诊寻求胃肠肝胆科医师的一个协助 那确实我们会询问患者 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了 饮食上是不是多吃了一些红肉 葱蒜这些 那是不是蔬菜摄取减少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作息不正常 睡眠时间太短 肝脏是体内代谢很重要的器官 体内蛋白质或摄取蛋白质食物分解后 产生的胺可以进入肝脏合成尿素 藉由肾脏排出肝功能严重受损时 胺的代谢会变差 呼吸可能会有异味 其实我们呼吸有异味的话 会很多器官的受损都可能会有异味 比如说我们从口腔开始 口腔的发炎 耳鼻喉的发炎 然后我们气管的发炎 它最后还是通到嘴巴出来的话 它都可能会有味道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胃的发炎 然后还有啊 比如说我们各项的重要的 性陈代谢器官 比如说肝脏 如果肝脏严重受损 阿摩尼亚的呼吸 可能透过呼吸出来也会有味道 当肝控下降的时候 我们这个合成排出的功能 就会相对就会比较弱 安的会累积 然后相对累积 它会藉由我们的皮肤排出去 所以身上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尿稍微的部分 一般人会讲说它叫做疲劳臭 确实是因为我们的食物会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 体内的一个消化吸收 那在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发酵的一些气体的一个味道 所以其实是不管是口腔散发出来的味道 还是说我们排出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味道呢 其实是都会受到我们吃进去的一个食物影响 多分类物质在肝脏疾病的预防和肝脏代谢调节 都变成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不同的多分类 它们的中用机制也都不太一样 例如有的是透过影响蛋白质或基因的表达 来阻止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有的可以透过调节细胞凋亡来影响立腺体的功能 有的可以清除自由基 防止酒精引起的肝损伤 以健康的角度来说 蔬菜水果里面都含有丰富的植化素 平常多摄取对身体比较好 尽量减少吃一些加工食品 可以多吃天然原型食物 饮食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吃天然的食品 那还有比如说胭脂的食品 烤炸的食品 油腻的食品 这些能少也是要不要吃太多 我们可以广泛的摄取不同的多分类化合物 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像是含有白莉露存的桑胜 蓝莓葡萄 还有解皮素的柑橘类水果和红洋葱 含有绿仁酸的咖啡 牛棒苹果 还有含耳茶素的绿茶 以及经常被应用在咖喱中的姜黄素 营养师廖宜清博士建议 从生活习惯方面着手 必须先让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 维持规律作息 睡眠和三餐都要定时定量 适时规律运动 维持好心情 别让尴尬困扰人的异味 随着身体发出警讯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先您收看今天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又浩婷 我们再会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我是新美姐 女人我知道新生了 短影姻亲功能